3月23日,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率领高雄市经贸访问团访问澳门,并出席澳门、高雄贸易投资下谈会及签约仪式。 他期望高雄与澳门在商贸、进口、外销、投资等方面紧密合作、共同发展,从而达成双赢。 贸易投资下谈会及签约仪式在澳门旅游塔会展中心举行。 2第49家企业共签订27项渔农产品长期订单。 内容涉及渔农产品、食品、高雄的观光医疗等领域。 据签约内容,未来4年采购总额达1.88亿澳门元。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威特致辞时表示, 澳门回归组博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地区之一。 尽管澳门面积不大,人口总量不多,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消费需求旺盛,购买力较强。 台湾地区的水果、蔬菜、茶叶、海鲜等于农产质量优、价格时, 深受澳门市民青睐,供不应求。 梁威特期望,澳门特区与高雄市的经贸合作将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不断造福两地民众。 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为澳门与高雄业界交流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提供积极支持与协助,促进澳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韩国瑜将此次访问称作是经济之旅。 他在致辞时表示,未来高雄的农特产品可通过澳门的平台进入浦宇系国家及粤港大湾区。 他称,目前台湾进入澳门的水果不到1%,蔬菜约占0.7%,未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我也深觉到我们澳门这个市场过去几十年,我们真的经营是不够的。 所以未来希望从高雄能够打开这个门,跟澳门之间多多的交往,密切的合作,各种商业贸易,各种外销,各种进口,各种投资,甚至以及观光医疗。 我们希望高雄跟澳门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我们相信只要合作愉快,一定可以发展一个双赢,这样一个未来的趋势。 韩国瑜称,这次港澳之行,充分感受到港澳两地政府的热忱和友善,并释放出更多的商业机会与高雄,他非常感谢。 并希望香港和澳门的朋友将来有机会到高雄旅游,感受高雄人民的热情接待。 我们下期再见。